- 爸媽或輸去 才兒來解答 這個是有在準備懷孕的人 應該有看過這個圖表 這個是所謂的基礎體溫表 那我們可以簡單的教大家 來看一下基礎體溫表好了 那我們先看到這個圖表的最下面 它其實我們目前是以這個表格 它是以一個比較標準的月經週期 28天來一次的小姐來當作範例 那前面14天會是所謂的綠炮期 然後後面的14天會是黃體期 黃體期的時間多半都是固定的 就是14天 但是前面綠炮期的時間 有長有短 每個人不太一樣 那就是從這個綠炮期的長短來決定 每個人生理週期的長短的不同 那在綠炮期跟黃體期中間的地方 就是所謂的排卵 那基本上在綠炮期 我們大部分的女性可能維持的溫度 會是在36度2到36度4之間 那當然這個跟每個人狀態不同 當然會有所不同 我只是講一個大概 那綠炮期大概多多少少都維持這個溫度 然後不過到了排卵的時候呢 通常會注意到一個小小的低溫 那這個是因為那個卵子就是軟炮破裂 排卵之後我們身體的磁激素比較下降 所以會有暫時會有一個體溫下降的現象出現 然後接著呢 因為排卵後不管有沒有成功的懷孕 其實我們的軟炮就是排卵完的軟炮 都會進入所謂的黃體期 那黃體期我們身體的黃體素就會大量的上升 這個會造成我們體溫有一個升高大概半度左右的現象 所以你會看到排卵後進入黃體期之後其實體溫就會升高 然後升高升高大概到了就是排卵後的第六天到第七天之間 有些人會觀察到好像又出現了一個小小的低溫 這個就是所謂的著床降溫 但是這個並不是每個人這個著床降溫的現象都這麼明顯 然後如果有注意到著床降溫的媽媽們 其實你們也會發現其實疾病有一點點降溫 但是整體來講跟綠炮期相比 這個著床降溫你所量到的基礎體溫 它的溫度其實還是高於綠炮期的 然後接著就是會維持一個穩定的高溫 那如果說14天的黃體期結束你沒有懷孕 那基本上體溫就會降下來 然後月經就會來了 但是如果你有懷孕成功 體溫就會維持一個高溫狀態 那什麼時候可以驗孕 通常前面有講過嘛 差不多受精後約末七天 我們尿液中HC卷的濃度大概可以大約25 所以可以試著例如在這個 排卵後差不多八天九天之後 這個時間開始驗孕 那一般來講真的不用太早驗啦 那我們會跟想要懷孕的人說差不多月經過期 該來沒來再驗就可以了 因為如果是月經其實很規則的人 如果真的有中獎的話 月經該來沒來 大部分應該都可以順利驗得到 那這個是也是網路上我看人家分享的 我覺得應該第一次懷孕的人 或者是已經想要懷孕想很久的人 應該都會做過像這樣子的事情 就是一開始可能偷跑驗孕 很早什麼排卵完 什麼七八天就演 然後一開始有點若有事物 看到眼睛脫窗 覺得好像有第二條線 又好像沒有第二條線 有時候還會上網 偷問現場的鄉民 到底大家有沒有看到那個傳說中的第二條線 接著每天驗一隻 每天驗一隻 那其實每天驗一隻 老實說也是不太必要啦 但是因為我自己也做過這種事情 我大概可以體會就是 就是其實這種懷孕的很初期 超音波根本就還找不到陪胎的時候 其實這些準媽媽們 如果可以藉由這種 那個兩條線的深淺變化 從很淺看不到到越來越深 其實會讓這些 剛驗到懷孕的媽媽們 心裡會有多一份安定 就是希望大家都 準備懷孕中的人 都可以早點看到傳說中的那兩條線 那林醫師 為什麼在驗孕棒上面 會有這麼明顯的深淺的差別 這個主要就是反應 HCG再尿一種的濃度啦 就是你濃度越高 當然那個試劑 第二條線出來的時間就會越快 而且顏色越深 那一般來講 如果一個月來一次月經的媽媽 如果月經過期沒來驗到懷孕 通常第二條線會比測試線來的淺一點點 就是差不多一生一淺 這時候我們大概會說 大概就懷孕四週左右 然後其實過了一週左右 兩條線就會差不多一樣生囉 然後過了就是懷孕的六七週 六七八週以後其實 那個顏色的深淺度就都差不多 就是都很深 但是出來的時間會很快 通常就是尿試劑一沾到尿液 那個兩條線就跑出來了 希望所有被孕的媽媽 都可以順利的看到傳說中的兩條線 那謝謝林醫師今天為我們講解 著床與驗孕 那下次我們會進行到 更多媽媽最關心的 胎兒發育的這個部分 千萬不要錯過喔 好 掰掰 請大家記得按讚訂閱或分享 記得開啟小鈴鐺 我的讚好 小鈴鐺 聖字幕打開啟小鈴鐺